玩游戏我输了我打输了我可以重来回城 对吧回城了之后我重新来过 对吧但是没想到现实当中没有重来这种说法 如果说对法律的漠视是犯罪嫌疑人侯某滑向深渊的思想根源 那么到底是什么让他选择了铤而走险呢 你们倒是听到这个消息很吃惊吧 直到现在侯某的母亲仍然不愿相信 他眼里还算老是本分的儿子会走上涉嫌犯罪的道路 他老爸是汤犯在床 他还有个妹妹 平时家里就靠他妈妈是里面住的 他妹妹还在上学 几年前因为一场意外 侯某的父亲落下了终身残疾 而正是那个时候开始 初从刚毕业的侯某便走上社会 想担起家庭的重担 这原本可以是个励志的故事 可侯某偏偏偏迷上了网络游戏 主要的度你就是他自己交代 他也喜欢往那个网络上的游戏 他觉得钱不够嘛 有时候可能也会充钱啊 他觉得怎么觉得现在 虽然他有一份工作啊 他这份工作应该也有三千多块钱 一个月的工资吧 他觉得不够花 所以想到办法来 要弄多点子钱来 事实上 打工这几年 侯某并没有多少积蓄 三月他又交了女朋友 案发前 他发现女友怀孕了 于是觉得压力陡然增加了不少 为了应付生活开支 侯某申请了多笔网贷 案发之前 催款电话不断地向他涌来 不仅他的电话被打爆 家人也受了牵连 现实的压力令侯某乱了方寸 他急需一笔钱来填补窟窿 于是他将目光盯上了寺庙中的功德箱 在他看来 这种行为只是小偷小摸 应该不会有着严重的后果 可能他认为在以前他学校一样 我做了事情 因为我承认错误 我写个检讨 我可能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没想到需要承担法律责任